汉光40號電腦兵推上週落幕 知情人士透露八天七夜工房模擬中 台灣今年憂鬱症患者增加 當中卻只有30%尋求治療 調查也發現患者中很多因為生活壓力感到鬱悶 低工資高房價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其次還有社交媒體的重度使用也助長了這個現象 因為容易受他人光鮮亮麗的一面影響 產生比較心理 不只台灣在香港許多年輕人也擔心居住問題 望著路旁的廣告單 香港上班族Sophie叹口氣又回到自己窄到不行的出租套房 這間月租約兩萬兩千多台幣的小套房 香港裡頭浴室小道連蓬頭還得和洗手台相連 也沒有曬衣的地方 年輕人經常得自問未來是否還要待在這裡 為了改善青年居住問題香港其實有推出青年宿舍計劃 不過最多只能住五年至於中國大陸別說居住 連找工作都不太容易 這位上海九零後的青壯年就因此靠坐外送為生 表示已經沒了特殊夢想 加上疫情結束後類似的零工市場建區飽和 導致他有時得工作16小時才能賺到足夠的薪水 不包含外送員大陸原本有所謂的996加班文化 指的就是上班族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 每週工作6天的生活 不過目前其實有高達80%的大陸年輕人 拒絕接受這樣的人生 實際上卻又不一定真的敢反抗 網路上就有許多搞笑上班族對話 包含員工間討論要繼續工作還是休息 甚至羨慕起實習生能拒絕主管在下午6點半 派發工作的指令 想躺平 想辭職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 確實萬分掙扎 高壓環境也使得許多大陸年輕人不婚不生 人口連兩年負成長 只怕未來社會經濟結構有失衡危機 新加坡媒體細細解讀兩岸三地七年的困境 卻也發現住在西方社會的亞裔青年也有挑戰 就連曾入選全球十大最幸福國家的紐西蘭都有亞裔 因為種族問題感覺格格不入 2021年一份調查顯示 紐西蘭的亞裔中有44%的人 曾出現憂鬱症狀 相比台港路擔憂工作住房問題 以身份認同才是他們的壓力來源 野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名字幕開啟